在荧幕上总是扮演贵公子的吴建豪 继演出三厘偶像剧《下一站幸福》之后 这次又再度担任华剧《爱上巧克力》的男主角 但这次他不当犀利的律师 是饰演一个思念着母亲爱吃巧克力的陶家王子 妈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会克服 在《爱上巧克力》的空间是轻松一点 不会那么的一定要很规规矩矩 我觉得他比较有个性一点的一种贵公子 男女主角身边一定需要一个最佳搭档 这回华剧《爱上巧克力》中的重要角色 分别由新生代偶像团体JPM的王子跟阿本加入演出 我跟吴建豪是饰演那种麻吉 然后是那种私人特主 以前的我可能都演比较冷酷 然后都不太多话 但这次反而要去逗女生开心 可能就要把我一些私底下的那种 逗大家开心的那种感情面要放在台面上 阿本这一回更挑战演出一个 单纯又善良的心智障碍者 饰演女主角曾知曹的弟弟 对我平常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快 或像主持的时候 所以我就觉得要去学习像小朋友讲话的方式 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真正的状态 这群偶像剧王子们将用巧克力来甜蜜所有女孩女人的心 单纯都会台三十频道 四月十号起每晚八点 爱上巧克力 纪真爱找麻烦之后 即将上档的华剧爱上巧克力 再一次斥资千万打造HD实景棚 从设计到结构 水电施工到家具陈设 完全比照样品屋高规格施工 甚至还跟台北东区知名业者合作 在棚内盖了一间 真正可以营业的巧克力屋 主要设计家是以巧克力的设计 带一点小型浪漫的方式 气氛的设计我是着重 有挑高的加成 有牌子 有景深 其实是空间的需要 我最喜欢的是彩绘的部分 那他画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有一些巧思 其实他透过彩绘的方法 也把很多的 我们故事里面的一些 浪漫的点啊 或是一些亲情的点啊 Toto Fine里面 非常神奇 我连我自己看我都觉得 就是导演在处理上 他把它处理跟真的剪一样 就是你看的话 就算我专业的人看 我把自己当作观众来看 就会被他随时针的情 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我以为 以为会很破旧 我要画在很高级啊 整个觉得就是 搭的实景 让我们很快可以融入那个剧情 华剧爱上巧克力的HD棚内实景 顺便将是未来热门的参观景点 三立都会台三十年到四月十号起 晚上八点爱上巧克力